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达人 那么台股在放了双十年假之后 回来好像吃了一个大补丸还是大力丸一样 这个大涨的走势一发不可收拾 那昨天是涨了108点 那今天再涨70点25点 那重点是今天是收在尾盘是收在最高点 收在10711.44点 那这个价位同时收盘价跟盘中最高点 都在最后的收盘 就是收在最高点 有再度的再度的刷新的波段的新高记录 那也持续持续做V型反转 那那成交量因为昨天是放了四天 那交易日是少了国际两天 所以呢就这几天的交易量 在昨天就集中的交易的比较多一点 所以昨天的成交量是超过了1500亿 那今天就比较正常的回落到大概1246亿 但是指数呢持续的过高 收最高 收最高 那真的是强的无以复加 所以呢这个台股目前的多头的趋势 他非常的明确 那看起来量的部分 昨天的量不算 今天是1246亿 也没有嗅到任何的过热的一个讯号 跟那个味道出现 都没有 那ODC的部分反弹了1% 反弹1% 反弹最高144.33点 同样的同样的也是V型反转 突破前高 在刷新波段的新高的记录 所以呢这一波是大型股 比如说台积电强的不得了 那今天昨天涨8块 今天再度涨到237.5元 再创新高 而且整个市值已经超过了6兆1 6兆2 这个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 那外资在过去7天 返卖为买 总共过去7天买了6个交易日 那在昨天买超95亿 是创下过去这7天的买超的 单日金额的最高纪录 那大部分大家都买台电锯 那今天看起来外资的买超可能比昨天更高 或者是也不会输太多 那大型股的部分 外资开始回流 那台币在9月份连扁了一个月 最近大概三个三四个交易日 产生了一个强劲的升值 所以外资之前是领了股息 卖超台股大概600亿 然后反手汇出 这个是合心合理 那因为那时候呢 平价股也一度的力度出进 就现在世界各地都众所瞩目 在期待说iPhone X 准备在10月底 12期要接受预购 11月准备要出货 所以呢 那包含什么台积电啊 核硕啊 红海啊 营收整个都拉起来 郁金光 大力光都一样 所以资金就开始做回流 所以外资也买 贿赂 台币升值 热钱贿赂 外资买超 本土资金的部分呢 中小型股票也是非常的强劲 ODC 昨天 昨天 大盘大涨 ODC回答 那我说这个在 正好是20多年来的市场 的操作经验里面 常常看到 因为小英股 他长在前面 那大盘 突然间跟上来了 小英股他就会有卖压 这是正常的 但这个只是中间的一个 股价的整理跟调整而已 不影响大趋势 不影响大趋势 所以昨天整理一天 今天就过高 所以内资也在买 所以这个盘是外资也买 内资也买 那种 资金行情要引动 内外资一起买的那个大行情 似乎在存在运动 所以这个行情我还是要强调就是说 不管他长得快长得慢 大概都会从10月底 10月的部分 会陆陆续续 先公布所谓的财报的部分 财报公布完之后 进入10月下旬到11月份 准备要进入到财报真空期 就是到隔年的年报之前 这大概有四个多月财报真空期 那在这一段时间 尤其是年底过年前农历年前 又是所谓的出货的旺季 所以他有业绩的题材 有做梦的行情 所以这一段时间他最好赚 所以假设你要赚 前面都没有赚到没有关系 那现在从10月份 赚到11月份 12月份 1月份 那甚至到2月份 大概三到四个月的时间 这段行情它是最好赚的 所以前面都没有赚到没有关系 这一段你要赚起来 那很有可能会比前面 做的要死要活 要赚得更多 快得更多 所以这段行情你真的要把握 那就短线来说 因为营收 这10月10号 刚刚贯了 公布完毕 那昨天尾盘 这个下午 陆续所有的营收数字都出来了 那通常在公布完营收之后 前面涨在前面的强势股 他会先休兵可能一两个礼拜 那可能就来回震荡 来回整理 但真的够强势的趋势股 他可能压回的幅度有限 但是他就会暂时稍微冷却一下 那往往在这段时间的市场 他会就一个短线的部分 去调整出一个新的一个短线的主流 所以在未来这两个礼拜 你会看到就说之前 我说三大主流非买不可 就是AI 电池或者光学股 那在这边可能会做一个区间的震荡 那其中电池股可能最强 那其他部分我认为短线可能 他不会那么强势 所以他会暂时先冷却 所以我们陆续做了持股的调节 那再来会有一些新的主流 他会陆薰包收头来 比如说涨价提债的股票 今天非常强势 比如说矽金元 二极体 今天非常强 等我们再来谈 所以呢 在月中这段时间 前面大赚的要做调节 那开始把资金顺着市场资金的走向 去布局新的主流 就像我说的就是说 你一次要赚一倍并不容易 但如果你一档股票可以赚三成 两个三成就是69% 三个三成就是119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当你有100万 你赚一个三成变130 那卖掉再买下一档股票 就可以变成169 再卖掉再 如果说可以顺利再赚三成 就变成219万 所以要赚倍速获利 所以现阶段这个行情 他最有机会达到 因为他很多股票是轮涨轮动 如果每一档股票 我们都可以掌握到 大概三四成的波段的话 那未来的三到四个月 一个月掌握到一两档 两三档股票 那平均起来 如果说可以抓到三四档的 赚三成的股票 农历年前 你的财富翻影背 帮自己赚一个大红包 我认为这个机会非常大 所以现在就是这个行情 一定要把握 一定要把握 那回到我刚刚说的就是说 到月中 前面涨在前面的 那可能要整理 所以短线上来说的话 那你就要做一些持股的一些调整 比如说亚光 在昨天 这个10月3号买120 那当天买当天涨停板 那10月5号涨到136 到11月11号 到139就昨天找盘 我们趁着小涨的过程 139全部的获利出金 那当天最低打到125 那今天的雅光 虽然做了一个反弹 但是收盘收到133 所以卖139 那昨天收盘收127.5元 其实价差已经来到111块半 那今天虽然说要弹上来133 但是呢 我认为就是说 这个目前应该并不容易 突破这个横盘的整理区 出现一波大行情 在现阶段 我认为时间还没到 因为整个光学股 明年展望非常的乐观 尤其亚光 有技嘉P的这个技术 规格的优势 但是因为营收数字 目前成长是有限的 所以光学股 我认为大行情要酝 所以昨天139 获利出金 获利出金 那四天大赚了19块 1234赚了19块 那我说来回操作 不必最高 那拉回再买 这个整理区间 我认为还要时间做一个酝酿 所以应该是不会那么快 所以 涨在前面的强势股 在这边可以先卖一趟 那比如说 上个月我就请大家 927 9月底 礼拜三 世青 那天股价只有大概 78元到85元这个区间 那我说这一次呢 要走的是AI行情的主身段 那隔天那早盘 还有大概81 81块9 82块的开盘价 开盘价 那我们早盘买84块半 当天收涨停板之后呢 就开始大涨 涨到93块3 涨停板104.5元 涨到109 涨到116.5元 到昨天最高118 前天118 那么在114的部分 先卖一半 昨天抱歉 昨天114先卖一半 那今天在盘中附近 114附近 再将持股全部的获利出新 那为什么要卖 就像我说的 因为营收公布 9月份营收7亿多 比8月份大幅度成长的47% 哇这个真的强的无以复加 好 但也因为营收已经公布了 所以短线我认为它从80块涨到 接近120元 接近5成的涨幅 大致已经把短线的营收力多 大概已经反映的差不多了 好 那我们从84元到14 当然没有说从头赚到尾 那84到14 赚了30块钱赚了35% 也非常完美的超越了三成的获利 那就像我说的 郑老师的股市达人的超版心法的 第一个手则333的策略 就是说 三次的三成获利比一次赚一倍要容易的多 那 我们不要想说 一档股票就一口气一定要赚它一倍 那你可能在抱它涨一倍的过程 你会有很多煎熬 而且你会 错失掉很多其他股票的上涨的机会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说 你抓一个快速的波段 赚它三四成 赚完之后 你可以等它押回再做 或者是 我们再找下一档股票 下一档波段股 再去营造一个三四成的波段行情 那三成三成三成只要三次就可以背出获利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模式 所以四季部分为什么要卖 因为第一个利多已经反映了 第二个完美超越三成获利 所以在昨天跟今天114附近都将15出新 所以昨天到今天8天9天时间大赚了三成 大赚30元30块钱35% 三成获利已经超标了 那第四季的部分营收 不会跟9月份的七一多一样那么的强 所以今年最高峰会在9月份 那第四季会回落到大概是第二季的水准 所以10月份预估跟9月份的营收 应该会有不小的差距 所以第四季营收会降回 但是但是AI的大趋势明年并没有改变 只是说今年的最高峰落在第三季 第四季它会降温一些 但明年AI的趋势没有改变 会比今年更好更猛 所以呢短线急涨 那拉回因为营收要降温了 所以拉回再早买点 那拉回一定要买 那因为它的获利它的营收表现 都比创意来的更强 所以当创意还在230的时候呢 四星目前股价其实还是算提估 但因为短线营收已经太棒了 但是因为冲太高 所以第四季会显得营收似乎降温不少 所以股价到时候 必然会有降温的时候 那会拉回多少或者是会不会拉回 我不知道 但是我认为在这边 就短线来说 并不容易再像这一段长那么凶 所以获利出清 拉回再早买点 所以当营收公布的时候 就是股票要稍微 部位做一个调整的时候 那涨在前面的 你可以卖一趟 就像我们一样 雅光这个实行卖一趟 那新主流它会出现 再把资金转过去 那一档接着一档做 那AI跟官学股我们都出了 但是电子股部分我们没有出 那美琪码部分 今天利空不跌 利空不跌 开低震荡拉高一度的翻红尾盘收小跌 那这种利空不跌是真正的强势 真正的强势 那为什么说有利空 因为他昨天公布了8月份的单月获利 只有0.19元 那我也强调就是说 单月份的获利其实有很多的变数 有时候你要认什么员工分红的费用 比如说你要认这个 比如说所得税或者是汇率上的损失 所以当他没有公布细项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就说获利怎么突然间这个月少的比较多 好 但是呢 看起来获利很少 但股价就开低 震荡拉高 所以这种就是真正的强势股 那1-9月份人说高达成长年增率74% 这个年增率越来越高 那我大概给几个数字 就说高盛 高盛 预估到2025年的时候 全球锂电池的市场上看400亿的美元 400亿的不是台币 400亿的是美元 而且这400亿美元并不是指电动设施市场 而是单纯指锂电池的市场就有400亿美元 所以这个市场就像我说的 现在电动车的市占率只有一% 在13年左右 左右很有可能要成长100倍 所以电池的市场未来有超过百倍的成长空间 因为未来电池不只应用在电动车 还有未来用在家庭的除能系统 那个电池的使用量会比电动车来的更大 所以未来电池的部分 这个是市场大的不得了 这是第一个数字 第二个数字 瑞银 这都是非常大的外资银行 预估5年之内 电动车部分的销售的一个数量 将会超越柴油车 所以未来大概5到13年 将是电动车的销售量 跟汽车的销售量 可能会出现一个黄金交叉的一个时间点 所以当电动车的销售量整个拉起来的时候 电池的使用量它会飞快的成长 那传统的汽车 你做的好不好 像比如说德国车欧洲车它做的好 这个马力很强 它强在哪里强在引擎 但未来电动车不用引擎 但用的是马达 那电动车跟这个传统汽车的不同 在于就是说 谁有最好的电池 谁就能推出性能最好最受欢迎的电动车 所以电池才是真的关键的所在 所以全球正式要进入到一个 电池的军备竞赛的一个阶段 就是欧洲甚至欧盟补助拿钱出来 要开始投资电池产业 那德国甚至认为就是说 未来如果说电池做不好 会撼动会动摇整个 他们的汽车产业的一个根本 因为你没有电池 你电动车你根本就做不好 所以未来最重要就是电池的部分 全球将进入到电池的 产业的军备竞赛 所以这个是未来大概10到20年 最大最大的一个成长的一个产业 那台湾能做什么电池的原料 比如说你挖矿 里矿固矿我们也没有 那下游的模组 当然它的含金量比较低 可能你要做并不难 那真正台湾最好发挥点 而且最有机会大赚钱的 就是在电池的材料的部分 所以材料上有两家 一个是美琪嘛 为什么今天利空不跌 当然有他道理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明确的长线的多头 那因为党康普 今天就趁着美琪马利空 把康普股价带下来的过程 我们就在开盘的时候 让会员132趁着跌再去买 趁下跌买 我告诉我的会员 你很容易一买就赚钱 就果不其然找盘才买132 果不其然收在136 虽然差一点翻红 差五毛翻红 但今天现买现赚4块 那上个礼拜买的也通通都是赚钱 所以这种趋势股其实你趁拉回满 你很容易赚钱 你只要不要去追高就可以了 9月份营收4.93亿 创了历史新高 而且月增20%已经加速成长 代表新的产能效益已经展现 所以电子产业 未来是电动车领域里面爆发力最大 那越往上游的电池材料 未来我认为这个长多趋势非常的明确 所以三大主流缺一不可 虽然短线整理 但是这个只是一个短线的整理 后面长多趋势不变 包含AI 包含光学 那最强势的应该会是在电池材料部分 所以电池材料部分我们都没出 甚至拉回再做加码 那今天一买就赚钱 所以三大主流已经帮会员带来 非常可观的一个收益 那昨天我也说 郑老师的操作的功力 真正实力 真正的坚强的实力是不怕你来验证的 所以昨天我也送给大家一档 我们今天要布局的全新的标的 开盘就要买 而且让所有来电的人 都有机会来体验这张股票 今天这张股票 果然我们一出手 一出手 5305的敦南 一出手就亮灯涨停板 尾盘收涨停板 创了新高39.45元 一出手就涨停 我想真正的实力 真的是不怕你来验证 不怕你来验证 那为什么要买敦南 因为有四大利多 第一个六寸晶圆 目前大涨了15-20% 它有一个六寸晶圆厂 所以它是大家在看细晶圆厂 涨价的概念的时候 常常忽略到了一个潜在的 这个晶圆厂的一个受惠股 六寸晶圆大涨15-28 它是最主要的受惠者 再来它的快充的部分 先打入OPPO跟VIPO 再打入华为 所以中国前三大手机厂 它的快充的一个整流二极体的部分 它都已经打入了 再来无线充电的一个元件的部分 也打入IPhone8跟IPhoneX的部分 而且大家在美国投资一家子公司 那透过那个子公司 它的元件已经打入到整个无线充电 Apple无线充电的部分 那子公司航保业绩也大好 第四季业绩会一路往上 所以四大利多股价正式发动 正式发动 所以我昨天就说股价快要压不住了 所以今天涨停板正式发动 进入主升段 所以看来这档股票又是一档波段的好股票 很有可能帮会员再带来一个 maybe三成的一个收益 那如果说你昨天错过我的节目 你又错过这档股票 那我想今天你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 敦南一买就涨停 我想真正实际真的不怕你验证 那要验证的你尽管来 明天我们还要再进一档 再进一档 具有强烈转机的大标股 同样的跟今天的敦南一样 那你就说股价股价已经要压不住了 已经要压不住了 明天开盘就要进场大买 所以只要今天你来电 留下你的联络的资讯 那你就可以体验这一档 转机的大标股 敦南之后的全新的转机的大标股 那好的机会不会总是在那边等你 你自己要把握 自己要把握 敦南一买就涨停 那再一档转机大标股 那今天留下电话就可以体验 自己把握机会吧 等我回来再聊加热股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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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Be and trust yourself 職場必勝包都在 Back to you 百達有 周一至周五 晚間六點到七點 非凡新聞通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帝王蟹 秋葉蟹 毛蟹 無限吃到飽 多少錢 多少錢 他才日幣 要不要買 你今天帶著我翻線就打了好不好 本週日 本週十年 月時間看號 好 歡迎回到現場 我想我一再強調說 台股未來最大的主流 不再是所謂的平台股 而是電動車產業衍生出來的 非常多的職產業 那其中爆發力最大的 我認為行情最大的會是在電池的部分 那利民部分前兩天都是漲平板 那今天早盤一度的又漲了8% 來到16塊 那幾乎是V型反轉 已經要挑戰前波高點17.3元 那8月份零收 月增58% 9月份零收 跳到1億以上 月增了15% 電動車的電池的外殼跟電池的模組 那第四季出貨會更為強勁 將是光寶集團旗下的最強勢的轉機股 那我認為這股票後面還有非常大的行情 這也是會員目前已經賺了兩趟的股票 那昨天預告也給大家做分享跟體驗的 這個新的標的 就是今天一開盤 進場買進的敦南 果然一出手 尾盤就亮燈漲平板 一出手就漲平板 那真正的實力是不怕你驗證 那因為六寸晶圓大漲15-28 那漲價的股票基本上股票都是最標的 從鄭老師進入這個市場21個年頭 台股的有史以來沒有是例外 所以漲價的股票是最標的 有快充又打入OPPO Vivo華為 五元充電又打入iPhone 8 iPhone X的一個供應鏈 子公司昂寶業績又非常好 四大利多推升股價進入主身段 所以我的實力不怕你來驗證 那一出手就是漲平板 那如果說你真的又錯過這張股票 那你還有一個很好的機會 就是明燕這一檔 明燕這一檔 敦南一買就漲平板 那我的實力不怕你來驗證 明天還會再買一檔 具有非常強烈轉機的大標股 股價不貴 轉機非常的強烈 而且股票會飆 而且股價就跟今天的敦南一樣 應該也是差不多壓不住的 那隨時一跟上去 那一個波段拉上去 可能就是一個大波段 maybe三成四成五成都有可能 那這張股票就跟敦南一樣 就跟敦南一樣 那準備準備開盤就要進場 那尾盤呢 很有可能也是一個非常強勢的表現 所以如果說你要錯過敦南 你要買今天明天這一檔 轉機大標股的話 只要今天來電 留下你的聯絡的電話 我就讓你體驗這一檔 轉機大標股 當明天早盤 maybe9點5分 9點10分 要進到買進的時候 再請專人通知你 告訴你是什麼股票 讓你有機會跟我們一起進場 買這一檔 轉機大標股 把握機會 祝大家超順利 明天再見 本公司與所推介 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僅供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先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